记者沾香晚庄房,金钟导演许赵任指导《愤怒的菩萨》,改编自作家陈顺晨同名小说,该剧因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陈思宇奔走促成拍摄,然而剧场短短四集,每集六十分钟篇幅,要描述吴康人,乌建和携手侦破命案,又给展现当时台湾准备让国民政府接受,日本人即将回国的纷乱时代, 徐赵任坦言光重建复古场景,美术就劳心又劳力,拍戏还拍到赔两三百万,到现场还得农作剧本,三场变一场拍,以免一个月拍不完,他半开玩笑抱头喊,拍得很累很想死,当初制片朋友介绍学者给我,根本是挖洞给我跳 徐赵任嘴上虽含苦,但仍甘之如意,有别过往影视作品设定战后台湾弥漫悲苦氛围,徐赵任却反其道而行,改用诙谐方式呈现,问起原因 因他乐天表示,如果换角度来看,那个时代活在当下的人,应该不会觉得自己沉重,而是欣欣向荣,期待谁会来的感觉 该剧台词台语,日语,国语交杂,当初吴康人一度稳剧演出,就怕日文台词练不好,徐赵任只得出骂说服,不用担心语言,会用别的方式替代 终于说服影帝出演 如今戏上到,徐赵任财坦言,当时自己相当焦虑,到戏时也听不懂日文,我想很多,紧张个半死,还要在演员面前装镇定,而且都答应了,就一定要做到 大幅删见台词,改以演员互动呈现,认为语言只是辅助表演,自然最重要,我们平常看外国片也听不懂啊 导演徐赵任,又,拍《愤怒的菩萨》,坦言难度高 公式提供,徐赵任指导《愤怒的菩萨》,透露剧组花了不少心力重建复古场景 公式提供